上点课说完了财观音 我们这几个相对的三个 说一正一偏 那么说正给人的感觉都好 实际上也不尽然 只能说它大多数时候好就够了 相对的好像感觉比较平稳 比较自然 但是总有一些例外 说例外毕竟是少数 那么相对说财 有正财就有偏财 这个偏财呢 有人一听这是大财 确实 这叫公财 但是还有说理解会一样 一方面说这个财 你说是大财就好了 更多的说是一个公财 那就是众人之财 也不好不坏 这就所谓终审 不凶 也算不上急 那可能 这还算比较中等 更多的 还有说 这个横财 不宜之财 甚至凶财 这就不好了 也不一定就没有偏财的就没有大财 你比如说在年上 比如说这个通根墨 那也大 比如说瘦身 这个这个 就显得很好 如果行中课还破 还是要有点基础才能听懂我们现在说的 但是前面的课 往前翻 有的也讲过了 就不再画那个 画那个显得更慢 有手写感觉 就这样一说吧 哪不懂的 咱们先来再说 然后 偏财又代表切 对男人来讲 三七四切 你看这个 有钱的 一般 最首先说的就有钱的 财一大 我能掌控得了 那么 就有一房 二房 三房 一个人管一个房子 家带也大 总得有人管 那古代确实 很多时候是从这个角度 来定的这个词 还是很有道理 没什么不好 女人 却有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 相对于官 他叫七杀 那七杀呢 他就是 情人 女人的情人 对男人 还好 只要他能 驾驭得了 这男人是 是子 他的儿子 克过着 他能超越 我 最终 你看这个 一个家 生下来 首先 我的妻子 我克 我要能管住他 同时我要有钱 能驾驭得了 那么才能 让这个家 稳定 对不对 那同时 你儿子出来了 你还要受他这一克 男人 男人 其实 怎么说呢 也很苦 也很累 但只是说 他更容易 能叫出男人 他就 比较的 能有成就一点 他比较擅长 外在的这些东西 能扛得住 扛不住 那其啥就为病 甚至 为观鬼的鬼 这个就 各种 阴的东西 也出来了 那还有呢 就是 一些凶事 飞来横祸 等等 一些凶恶的人 也算 那但是 你要能 架得住这些 那比如 架沙格 或者石神之杀 那么就是 武将 化 凶危急 这种 反而格局 很有权威 威慎 很有男人的 这种气魄 相对于来说 还有这个 这个 片印 片印呢 又叫 肖神 一叫肖神 就不好了 肖这种动物 飞鸟 其他名很贴切 他是 克这个石神的 现在可在说 那么他就 夺了你的石 你吐出那口气 他给你抓住了 你就 不通气 你就人就完了 他这种 比较 邪门的 但是 你要用这种 他有 比较特殊的 也是建筑片封 有很高的 这种灵感 我们搞玄学的 很多都需要这个 没有这个 搞不太好